大家好 欢迎来到军事视角 志豪 经过数天的战斗 俄军部队重新夺回了铁路东侧的阵地 同时在阿夫迪夫卡西北部的勒特山上取得了优势 南方的俄军117机械化步兵团和87机械化旅也在南部展开攻势 目标是包围并最终占领阿夫迪夫卡 俄军第26战车团和第二禁卫塔曼摩托化步兵师的目标是夺取乌克兰防守的伊凡涅夫卡村 然而 在行动开始前 乌克兰情报部门已经察觉派遣海妖特种部队到前线作战 在一天的战斗中 乌军利用FPV无人机急火攻击俄军的重型装备 摧毁了数十辆主战坦克 四辆步兵战车和三辆军用卡车 实际上 乌克兰的战车部队已与俄军交战多时 人们不禁好奇 俄军已损失了上千辆主战坦克 为何还能继续向乌克兰防线发动攻击 尽管前线消耗巨大 后方工厂产能却难以跟上 俄军是否真有取之不尽的重型装备 答案既肯定又否定 原因在于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俄军拥有大量冷战时期的装备库存 只需简单维护后便可投入战场 这些库存战车从T55到T80U应有尽有 以苏联时期储备的数量来看 至少还能支撑俄军一到两年的消耗 然而 这个数字包含了不同型号和状态的车辆 实际情况很难精确估计 不同的存储环境和装备状况导致妥善率差异 但可以确定的是 俄军的装备至少够支撑一年以上 或许你会疑惑 既然俄军储备充足 为何要优先投入最老旧的T55 而不是优先修复更先进的T80BBM或T80U 主要原因是先进装备的修复难度较高 加上国际制裁的影响 高科技装备的维修保养更为困难 修复一辆T80所需的资源 足以修复四五辆T55就坦克 总比没有战车可用好得多 这就是为何俄军将T55拉上前线 现在 让我们回到阿夫迪夫卡这一焦点区域 俄军部队翻号密集分布在此区域 北部的进攻由110机械化步兵旅 第一独立机械化步兵旅和第二步兵营负责 南部则是由第80独立侦察营 第一机械化步兵旅和87机械化团 继续对乌克兰防线施压 北部攻势已让俄军成功夺下垃圾山并推进至铁路东侧 目前 乌俄双方以铁路为分界线 双方军难以突破对方的铁路防线 俄军的下一个目标是向南推进 试图攻占阿夫迪夫卡北部的化工厂 如果化工厂被攻下 乌克兰守军的两条主要补给线之一将被切断 对城内的后勤保障影响不小 过去几天 由于装甲部队损失惨重 俄军开始派遣步兵分队进行试探性进攻 刚夺下的垃圾山区域几乎看不到大规模部队活动迹象 目前 俄军已将部分北方主战坦克调往北方防线 以确保对阿夫迪夫卡的主要控制线不被切断 南部攻势依旧进行中 俄军成功突破乌军防线 占领了02平方公里的区域 南部的第80独立侦察营的主要任务 是攻下北边的两座村庄 如果成功切断乌克兰守军的第二条补给线 将会给阿夫迪夫卡的守军带来不小的麻烦 为了加快突破防线 俄军罕见的在夜间对乌克兰阵地发动攻击 尽管俄军重型装备数量充足 兵力也较为雄厚 但大部分基层部队缺乏夜市设备 或者夜市设备过于老旧 难以在夜间战斗中发挥作用 因此夜间进攻较少 这也引出了对俄军后勤支持的批评 有传言称俄军的夜市镜在仓库中长期储存 先有士兵实际使用过 今年7月更有消息透露 由于长期缺乏备件 装甲车的夜市镜无法维修 导致接近百件夜市设备无法正常运作 希望俄军能增加后勤投入 因为没有强大的后勤保障 军队无法有效作战 如果到了晚上就无法战斗 那只能等到天亮再打 回到乌克兰战场 从回传的视频可以看到 俄军的装甲车队在推进时频频被乌军无人机袭击 车辆逐一变成火球 地面战斗已经持续了整整两年 有人可能好奇 为何乌克兰战场上几乎看不到空军的参与 乌克兰空军因长时间作战 而面临飞行员和战斗机的双重短缺 加之西方援助的主要是地面装备 且乌克兰飞行员正在各个北约国家接受训练 为接收F-16战机做准备 因此乌克兰空军的出勤次数并不多 情有可原 而俄军空军的情况则更为复杂 冷战时期 俄军曾与美军旗鼓相当 但如今俄军空军的实力已大不如前 和海军一样 空军装备的更新非常耗费资金 这也是为何俄军的第五代隐形战机PACFA至今未能实现量产 尽管俄军即使仅依靠苏联时期的老旧战机打击乌克兰 理论上也仍有充足的火力 然而 问题在于俄军的飞行员训练不足 缺乏防空压制能力和精确制导武器 导致其空军难以有效压制乌克兰地面部队 此外 战机的妥善率也不高 尽管俄军战机数量庞大 但将封存的战机修复到具备作战能力的状态十分昂贵 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俄空军在战场上表现不佳 在扎波罗热方向的罗伯坦区域 双方激战不断 乌克兰与俄军都希望在冬季来临前抢占有力位置 冬季的乌克兰战场将难以实现大规模的防线突破 因此 当前的战术位置可能对未来数月的战况产生影响 俄军试图从主防线出发 将乌克兰军队驱逐出图类特地区 但由于装甲部队数量不足 火炮支援跟不上 在龙牙防线前数百米处即被乌军炮火远程摧毁 而乌克兰方面则试图将俄军赶出罗伯坦的外围阵地 虽然罗伯坦早前被乌军攻占 但西部高地仍在俄军手中 对村内乌军防御形成威胁 俄军第104空降突击团持续以炮火攻击乌军的进攻 直至11月1日乌军才部分夺回高地 这对未来防御俄军进攻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无人机航拍视频可以看到 俄军已将阵地后撤至村庄西侧约两公里处的田野 显示该区域已被乌军占领 在酷皮杨斯克以北 几天前俄军派出大规模装甲部队 突袭罗斯腾区南部的乌军阵地 在现代战场上 由于无人机的广泛使用 装甲部队的移动难以避开侦查 俄军的突袭也不例外 列队中首辆坦克被乌克兰炮火击中 后续主战坦克及装甲车遭遇预设地雷阵 尽管损失惨重 俄军仍突破乌军防线 向南推进约一公里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乌克兰的反攻中 乌军派出数辆装甲车 及德国提供的鲍尔坦克 试图沿同一方向东进 但一辆鲍尔遭到俄军反坦克导弹命中 而失去作战能力 迫使乌军停止攻势 该区域防线未发生显著变化 在赫尔松方向 乌军的桥头堡逐步扩大 此前乌军成功建立多个桥头堡 并占领了一个村庄 经过数天推进 结合炮兵和无人机的支援 乌军从克林基向南推进约两公里 建立前沿阵地 并继续向东扩大桥头堡 相较于此前的小艇渡河 乌军现已开始使用两栖车辆 将装甲车运送至南岸 照片显示 乌军已将数量BTR四步兵战车渡河 这意味着未来乌军将具备更多重型装备 用于压制俄军防御 前线情报显示 乌军在克林基村北岸 部署了数套OSA防空系统 及北约提供的IRST防空系统 以保护南岸渡河部队 免受俄军空军和无人机打击 整体来看 俄军近几天的攻势相当猛烈 损失同样严重 目前战场形势已趋于僵持 双方在冬季来临前 都难以对战局产生重大影响 这意味着未来数月的战斗 将聚焦于双方的防御表现 近期战斗中 俄军的损失已不是新闻 而乌克兰由于战争储备 远低于俄国 依赖盟友提供大量装备 尽管西方援助力度 不及俄国的苏联时期库存 但以当前的消耗速度 俄军的重型装备储备 至少还能支撑一至两年 这也正是乌克兰与外国军火商洽谈 在乌克兰设立工厂的主要原因